這裡簡單介紹最新的DuckyOne RGB80%的錄式聚集功能 基本上它在說明說中這一版的Micro錄式聚集功能是2.0版 而大略看過之後會覺得這一版能夠達到幾乎所有電信需求或者工作上需求的錄式聚集 而且它是使用硬體達成而非軟體達成 所以基本上這組設定聚集設定完之後 換到別台電腦上基本上還是可以使用的 不過這有待驗證 而這次要介紹的方式是 以目前的DuckyOne來說它的Layout是以美規 但是是以Windows的Layout設計 那在早期 Ducky許多產品線的產品都有把 它的Layout設計 設計說使用硬體或者是 就是Switch DPI或者是Fn的方式開關 而達到說切換成MacOS的Layout 而這一版卻沒有這樣的功能 但是我們卻可以使用聚集的功能來達到 而它基本上這一次可以設定5組的設定檔 而預設第一組會是 預設的鍵盤的Layout 而沒辦法設定聚集 所以是1加5組總共有6組 而切換的方式就是使用Fn加數字鍵 這樣是代表切換第一組設定檔 但是這個狀態下是沒辦法入式聚集的 所以之後是2345的設定檔 才可以使用聚集 而我們目前先來大概 簡介一下使用的方式 在此之前 可以先看一下目前的鍵位配置是 針對Windows的按鍵 所以你會發現 Auto鍵是對應到 畫面上面Option的位置 因為Option就相當於Windows的Auto 而Command相當於Windows的Win 視窗按鍵 而目前這是顛倒的 這是一般普遍上來說 使用Windows配置的鍵盤 而你擦在MacOS上面遇到的問題 而常見的解決方式 除了Darky早期系列跟部分鍵盤 可以使用後面的Switch DPI 或者是一些方旋鍵的開關 來啟動它 而達到Mac配置的配位 亦或是使用 修改MacOS裡面快捷鍵的設定 把這兩個按鍵 Auto跟Command做小環 而達到這個目的 但是這個相對起來 使用上較不方便 基本上還是希望能夠在 MAC 希望能夠不更動 MAC的情況下 而在鍵盤上 以硬體達到這個需求 而我們用錄製聚集的功能 來達到這個需求 以下開始釋放 按Fn跟Ctrl鍵3秒過後 就可以進入錄製聚集模式 而這時候CastLap的燈就會開始閃爍 目前好像在第一組設定檔 而這時候切到第二組設定檔 會發現CastLap閃了兩下 說明書上面說明 按數Fn加數字鍵 它切到該設定檔的時候 會在CastLap顯示 閃爍的次數而高 告訴你是第幾個設定檔 而我們再開始錄製聚集吧 按數Fn和Ctrl3秒鐘 這時候CastLap的燈開始閃爍 代表它進入錄製的狀態 基本上剛剛按了那麼多次失敗 看起來訣竅就是先按A 不能再按Ctrl3秒鐘 而不是同時按下去 這時候我們可以開始設定 所有鍵盤上面的聚集鍵 的按鍵來控制聚集 但是基本上有一些按鍵 是沒辦法錄製聚集 對針對那顆按鍵做聚集設定的 詳細有哪些按鍵跟按法 說明書裡面有會再提供 再來我們要做的目的就是 把Auto鍵跟Windows鍵 互換 所以我們會先把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 先把Auto鍵設定成Windows鍵 再把Windows鍵設定成Auto鍵 所以當我們要設定Auto的話 就是先按一下 這時候它會開始亮燈 這代表說要開始設定 這個按鍵的聚集 而我們只要做 Windows鍵 所以按一下 這時候其實還可以再輸入其他按鍵 做一些具體的聚集 深入的聚集 而在這個示範中就不再多介紹了 而當你假設你錄製完畢之後 我們要結束了這個錄製 這個按鍵的聚集 錄製或者按鍵的功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按Fn加Q 來結束這個錄製 而這時候Auto鍵會亮別的顏色 這表示Auto鍵已經被設定了聚集的功能 基本上在說明書上面說明的 當你結束錄製 要結束錄製的話 你可以按FnQ 或者FnW 或者FnE 來達到說 你執行這個聚集的時候 只要 Run一次 或者是一直Run 或者是 壓著這個 聚集不放到 一定的時候再放開 會有不同的錄製情況 而相對應的是 相當於滑鼠的連點 或者點著不放的意思 這時候我們再開始設定第二個按鍵 按住Windows按鍵 這時候它就會又切回可錄製的狀態 這時候我們再按Auto鍵 設定完畢以後再按Fn加Q 這時候兩個按鍵又會閃起來 就代表說這兩個按鍵 有被 Michael住 有被錄製了 這時候左邊結束以後 我們來切換右邊 基本上要這邊 這邊現在已經設定完成了 所以它基本上已經把這個 這邊的配置設定成MacOS專用的配置 這時候要結束錄製的後 結束整個聚集的處理 就是再按Fn加Ctrl 3秒鐘 這時候Caslac會關掉 這時候我們來 確認一下頁面上面 對應空白鍵是空白鍵 左邊的CMN就是對應到左邊的CMN 旁邊的Auto就會對應旁邊的Auto Ctrl就會對應Ctrl 所以這表示我們現在已經完成這份錄製了 而如果之後 要再 其他 假設我要使用Windows電腦之後 這個配置一定是 會跟Windows的 Wind鍵跟Auto鍵是檔 相反的 但是這時候我們只要按住Fn加E 它就會切回第一個設定檔 那就是正常的配置了 所以假設之後我要再切回MacOS的系統之後 我只要按住Fn加E 我就會是 我設定的Mac專用Layout 而其他的345的設定檔一 也是如此推類 而基本上它的錄製都是記錄在 鍵盤中的 所以我們之後換電腦 的話 也不用擔心說設定要重設的問題 而如果要清掉設定檔的話 我們可以按住Windows加空白鍵按住3秒鐘 而這時候鍵盤會開始閃爍 這時候代表它已經清除設定檔了 這時候我們再按 你就會發現 欸 清除 設定檔也確實被清掉了 而這段影片就到此結束了 謝謝